在中国历史上,三国时期被视为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,期间的争斗和纷争引发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,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便是刘备,他是一个英雄豪杰,充满了仁义之心,以心想要重振汉世,平定天下。 在那个时代,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之一,而刘备的兴起也离不开他对人才的重视,他明白只有拥有了出色的谋略家和勇猛的将领,才能在那个充满战乱的年代中立于不败之地,因此他时常寻找有才华的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。 然而,刘备并非是一位完美的统帅,他虽然有着高尚的品德和远大的理想,但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点,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缺乏对人的洞察力,他往往无法看清一个人的真实面貌,因此在选人方面也时常出现偏差。 这个问题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他与三位英才的遗憾错过上,这三位人才分别是谁呢? 在刘备出入徐州的时候,陈群投靠了他,希望能够在他的麾下成就一番誓言,毕竟当时刘备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刺史,但是已经小有名气,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忠厚的品性,这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投奔他。 陈群也不例外,他对刘备的期望很高,希望他能够有所作为为天下苍生谋福利。 然而,当刘备决定要占领徐州的时候,陈群却提出了反对意见,他认为刘备的举动太过冒险,容易惹来袁叔和吕布的反击。 这样的话,不仅会失去占领徐州的机会,还可能会被打败,导致更大的损失。 刘备听了陈群的意见,虽然心里有些不满,但还是决定先暂缓行动,等待实际。 但是,他的弟弟刘表却不同意,他认为徐州是自己的领地,不能让刘备抢走。 于是,刘表自作主张,派人率领部队进攻徐州。 这个举动让刘备非常生气,他觉得刘表的行为不仅不合时宜,而且有事公正。 陈群看到刘备的愤怒,便主动站出来为刘表辩护,说,刘表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。 为何不能理解呢?但是,刘备听了之后,却怒斥陈群。 你这个中间小人居然替他说话,你既然不支持我的决策,那就不要再留在我的会下了。 陈群被刘备驱逐出了部队,他感到十分失望和痛心,他本来对刘备寄予了很高的期望,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建功利宴。 但是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分歧而被赶出了队伍,他感到刘备不仅仍以妄为,而且不够明智公正。 最终,陈群投靠了曹操,并且展现出了他的才能和能力。 他在曹操的麾下成为了一名重要的将军,多次立下战功。 他一度升为镇国大将军,成为了曹魏政权的三朝元老之一。 陈群的转变表明,一个人的才能是无所不在的,但是只有在正确的环境和机会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 如果刘备能够看到陈群的价值并留住他,那么整个历史的走向也许会发生改变。 田群,一个年轻的军事天才,私有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智慧和勇气。 他最初投靠公孙赞,但很快就转而投奔了刘备。 田群在刘备麾下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和军事天赋,让刘备对他刮目相看。 然而,老母患病的消息让田群不得不告别刘备,离开了他心爱的主公。 田群离开刘备后,投靠了曹操。 这个时候曹操已经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势力之一。 他不仅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,还善于识别和利用人才。 田群因此决定败入曹操麾下,成为曹威政权的一员。 曹操对田群的才华赞不绝口,看重他的智谋和勇气, 将他视为重要的幕僚和将领,赋予了他众多头衔和职责。 可惜的是,田群和刘备因为种种原因分道扬镳, 错失了共同成长和发展的机会。 或许刘备也没有看出田群真正的才华和潜力, 或者田群自己也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实力。 无论如何,田群最终在曹威政权中崭露头角, 成为了一位备受推崇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, 彰显了他惊人的才华和勇气。 故事发生在乱世之中, 这个时代充斥着英雄豪杰和战乱烽火。 泰史慈是当时名列前茅的武将, 拥有绝对的实力和才能, 加之百步穿扬的骑射本领和仪表堂堂的气质, 使得他备受瞩目。 然而,刘备却没能够将他收入麾下, 最终失去了这位盟将,让人遗憾不已。 曾经,泰史慈因就孔荣而被黄金军围攻, 他向刘备求援, 刘备带领三千精锐前来结尾, 成功救出孔荣。 原本有着较好的情义基础, 两人本可以互相拉拢, 但是刘备并没有太过重视泰史慈, 也没有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实力, 而泰史慈则把自己的才华投靠了吴国孙权, 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。 因为泰史慈成为了孙权的得力干将, 为吴国立下了不少功劳。 最终, 刘备和泰史慈的故事是一段失之交臂的遗憾。 他们的缘分虽然短暂, 但是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可以说在三国时期, 泰史慈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武将, 虽然他最初为曹操效力, 但他对于曹操的残暴行径感到厌恶, 因此转投了孙权。 孙权对于泰史慈的能力非常赞赏, 甚至将南方的大小事务全部交给了他。 泰史慈也没有让孙权失望, 他在江东战役中发挥出色, 帮助孙权扫荡了其他势力, 为吴国奠定了政治基础。 泰史慈是一位非常勇猛的将领, 他的勇气和战斗力在三国时期是数一数二的。 他曾经与黄盖交过手, 最终取得了胜利, 成为了一名备受敬重的英雄。 他还与关羽一战, 虽然最终失败了, 但也让关羽深受震撼, 赞叹他是一位真正的盟将。 泰史慈的才华也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, 他还是一位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。 他曾经向孙权建议加强治水工作, 孙权听从了他的建议, 使得江南地区的灾害得到了很好的环节。 在吴国成立之后, 泰史慈受到了孙权的大力提拔, 成为了一位重要的官员, 负责管理吴国南方地区的事务。 可惜的是, 泰史慈的生命并不长久, 他在年仅四十多岁时英勇牺牲, 他的早是让人惋惜, 但他所留下的影响却深深地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, 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。 如果当初刘备能够得到泰史慈这位盟将, 那么蜀国将会拥有更强大的武力, 或许吴虎上将就会有多一个位置了。 可惜的是, 刘备失去了泰史慈, 而泰史慈的生命也短暂地令人唏嘘, 他在年仅四十多岁时便英年早逝, 这段历史充满了悲剧色彩。 如果刘备能够珍惜泰史慈, 或许三国历史的走向会有所不同, 但人生就是如此, 缘分来了就要好好珍惜, 否则转瞬即逝。 三国时期, 刘备、 曹操、 孙权三家势力并利, 谁能得到更多的猛将, 就能占据更有力的地位。 而刘备错失了泰史慈, 关羽和张飞这三位猛将, 使得他的势力逐渐衰弱, 面临着孙权和曹操的双重卑鞋, 若是刘备能得到这三个人, 他的实力必然大增, 可能还能打破三国势力的平衡, 一统天下, 实现兴富汉士的伟业, 但是命运多舛, 刘备失去了这三位猛将, 让三国的格局注定了, 然而, 正是这种不可预知的命运, 才让三国时期的故事充满了悬念和戏剧性, 引人入胜流传至今。